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是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国财险2328 中国人民银行上星期三预告 将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点 近日发表报告指出人民银行降准 将会释放1万亿元人民币流动性 如果股市气氛受到提震 内险股将会受惠于投资收益增加及估值提升 另外在市场流动性改善下 储蓄保险产品的回报 较其他固定收益投资吸引 亦会推动保险销售 顺仁认为对内险股维持攻守兼备的策略 而在防守方面 在预防宏观风险下较偏好财险 因为财产保险受业务周期性的影响较小 财险除了宏观因素方面有较强的防守性外 由于产欠产品的年期较短 不需要分红 所以财险不需要像人寿保险公司那样 要买入不少高息债 去增加受险产品的吸引力 花期认为财险对低息环境及新会计准则 例如投资公运值变动等所得受的影响较小 另外财险是中国财险充国财产保险的龙头 2023年9月底为止 它的市占率达到三成四 而过去长时间也占大约三分之一的水平 花期相信财险作为最大的财产保险商 能够交街地应对电动车带来的行业变化 汇丰环球研究亦指出 新能源汽车的数量增加 为巨有强大品牌效应 和销售渠道的财险公司带来机会 近年的业务结构优化亦见到成果 建商级与财险的目标价平均是11.45 较上星期的收市价 9.72高出大概1.7 投资者不妨后股价回调到9.5水平买入 先看11元的关口 之后看11.3的水平 跌穿2023年12月的支持水平 大概8.5就适宜止蝕 下期见啦 下期见啦